国安和公安都是警察 二者究竟有何具体的区别 不常见的国安又究竟有多深迷 大家好 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 国安和公安 公安大家都知道 主要是指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是国家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也是国家行政机关之一 在中央是由国务院领导的公安部 在省市县各级则是相应的公安厅和市县两级公安局 而国安则一般专指国家安全部这一个部门 同样是国务院下属组成部门之一 但同时接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绝对领导 公安和国安的职责定位有何不同 国安人员虽然理论上也穿警服 配有相应的国安警察标示 但正常情况下一般都不穿戴 因为其主要负责的是 国家安全范畴内的反间谍 反渗透以及反颠覆和反恐怖主义等任务 是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 而各级公安人员主要是担负公共安全相关的治安 刑侦以及经济犯罪 交通管理 户籍管理甚至民事纠纷等 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 而职责的区别也造成了二者组织结构的区别 公安和国安的组织结构有何区别 公安机关设立在各级政府部门中 采用条块结合的方式进行管理 实行地方和公安系统双重领导 并且往往在实际工作当中是以地方领导为主 公安系统上级对下级主要以业务指导为主 但国家安全机关是直属中央管辖的 并且实行完全的垂直管理 不受地方政府任何干预 虽然在地方也设有省级的国家安全厅 但直属国安部领导在地方只是挂名